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南瓜是一个比较常见的蔬菜 很多人都喜欢吃,因为软糯香甜可口 那么南瓜本身就具有很多的功效 它可以帮助我们护理眼睛,还可以降低血糖 我们要知道南瓜能够做出很多的吃法 做出的食物也是非常的美味 南瓜到底不能和什么一起吃呢? 那下面我都会详细的介绍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南瓜的功效 南瓜护眼明目,效果非常的好 南瓜中含有一些胡萝卜素非常的高 它可以在人体内转化为维生素A 可以说是维生素A的来源 维生素A到了我们的身体中 能够预防一些眼角膜干燥、退化 维持一些眼角膜正常 并且我们经常吃南瓜 还可以在昏暗的环境下看东西 非常的清晰 如果我们的人体缺乏维生素A 那就会引起眼睛干涉、胃光等症状 第二它可以降血糖 我们适当地吃一点南瓜能够帮助我们降低血糖 这个南瓜中含有一些丰富的果胶 它能够帮助我们身体干扰其他营养成分的吸收 能够有效地减缓人体对葡萄糖的吸收 还有南瓜中含有一些膳食纤维 膳食纤维 我们进入体内能够吸水膨胀 产生保护感减少我们的进食量 可以延缓我们体内葡萄糖的吸收 第三它可以保护我们的心脏、血管 南瓜中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这个膳食纤维 它到了我们身体中 能够让心脏病患者存活得更长 如果我们每天摄入膳食纤维 大概增加10克 那心脏病死亡风险也随之下降 所以我们在吃南瓜可以减少冠状动脉硬化 还有心脏病的危险 它含有的一些物质还可以减轻我们的体重 可以减肥减吃 可以降低我们的血脂水平 这个南瓜还可以煎脾胃 在《本草纲目》中也记载南瓜性温 胃肝 入脾胃精 很适合一些脾胃虚弱的患者来食用 南瓜护肝丰富的果胶 可以保护我们胃肠道 连膜不受粗糙食物的刺激 并能促进一些溃疡部位的愈合 非常适合一些胃病的患者来服用 五 排毒养人 南瓜这个果胶进入我们人体之内 吸水膨胀 形成凌胶状 能够吸收我们肠道内的一些毒素废物 并能够及时地排出体外 减少肺气残渣 包括一些重金属 在内的滞留时间 从而就能够起到一个排毒的作用 另外这个南瓜 富含的膳食纤维 能够触动我们肠道的蠕动 帮助我们食物消化 能够润肠 通便有美容的功效 第六 南瓜还可以液气补血 清代代一个名医 陈修园说过 南瓜为补血之妙品 本草钢木称南瓜补种液气 南瓜互还一些矿物质 它能够刺激我们人体造血功能 加速一些蟹红蛋白的合成 还有红细胞树木的增加 七 促进生长 南瓜它互还一些丰富的维生素 糖类 膳食纤维 叶黄素 钙 铭 磷 钾 等一些微量元素 还含有一些人体必须的八种氨基酸 为我们人体生长花育提供丰富的营养 那效果是非常的好 视频看一半 欢迎大家点个赞 你们的每一个点赞转发都是我进步的动力 感谢大家 下面我们来说一下南瓜汤饮 恢复我们眼睛疲劳 效果是非常的好 最近因为眼睛问题 看病的人也是越来越多 不只是青少年 哪一些中老年人 也成了三西族 那么长时间 看手机 看电视 看电脑 出现了一些白内障 视力减退 眼泪 油多 等一些症状 严重者都会导致了一些黄斑部病变 甚至一些青光眼白内障 所以南瓜是一个护眼的食品 我们多吃南瓜可以预防眼睛黄斑部病变 白内障 还可以增加夜间的视力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南瓜汤饮 一道是南瓜豆浆 一道是南瓜龙汤 如果我们家中的孩子正在生学的时候 天天读书 读到比较晚 肚子也饿了 那这时候 妈妈可以煮一杯南瓜豆浆 给孩子止饿 还能够缓解眼睛疲劳 这个豆浆做法是很简单 南瓜150公克 豆浆600cc 南瓜给它弃纸 切成小块 最后我们给它换进电框锅里面 给它蒸熟 再把这个豆浆加热 将豆浆蒸熟的南瓜 用果汁机打成南瓜豆浆 那这样子味道也是很好喝 吃起来非常可口 另外是一个老人孩子都可以吃的做法 是一道南瓜龙汤的做法 食材就是南瓜 大概500公克 牛奶200cc 水100cc 食盐 再加一些胡椒粉少许 一起给它放到电框锅里面蒸熟 这时候再加一点水 倒在果汁机里面 打成泥状 再起出一个空的锅 然后放入南瓜泥 牛奶用小火给它煮个10分钟 就可以关火来吃食用了 最后很多朋友都问了 南瓜不能和什么一起吃 第一 南瓜不能和菠菜一起吃 南瓜中富含丰富的维生素C 分解酶 或破坏菠菜中的维生素C 同时自身的营养价值也会降低 第二种就是南瓜加红薯 皆属于稚气的食物 如果不煮熟更食用 很容易引起腹脏 若凉着给它同时 更容易出现导致 肠胃气脏 腹痛 吐酸水 等一些不好的症状 第三 南瓜加羊肉 这两种食物都是热心的食物 一起来吃可能会导致腹脏 便秘等一些疾病 犯感染性的一些疾病 或者发热性的症状 那是不宜来同时使用 以防病情会恶化 吃南瓜好处很多 要提醒一下 南瓜也不能吃得太过量了 凡事有利有弊 适可而止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订阅我的频道 下个视频再见